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新疆的欣然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非常美味的土耳其皮德 皮德是土耳其的一款馅饼 也可以说是意大利披萨的祖先 外皮酥脆,内力香浓的土耳其皮德 做法并不难,亦与风情十足 搭配一杯薄荷茶或者是红茶 真的是太美妙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6克白砂糖,4克酵母,80克温水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静置5分钟左右 准备350克中筋面粉,2克食用盐,少许橄榄油 别忘了加入刚才调好的酵母水,搅拌均匀 分多次加入温水100克左右 不断用筷子搅拌面粉至絮状 揉捏絮状面粉成团,并充分的揉捏均匀 面团揉至表面基本光滑,盖上保鲜膜,饧发2小时 接下来准备一下馅料 其实土耳其皮德的馅料可以是很随性的 今天我选择的一款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搭配 彩椒,圆菇,皮牙子也就是洋葱,还有蒜,切碎,疯狂的切碎 切好的食材放入一个大碗内,别忘了放入牛肉 黑胡椒3克,自然3克,少许橄榄油,食用盐5至8克 用干净的小手充分的刷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盖上一层保鲜膜放置一旁待用 取出饧发好的面团揉捏排气 揉捏均匀后平均分成3至5份 菜板上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把其中的一个小面团擀成长长的椭圆形 充分的擀平擀薄,一定要擀得薄一些 薄薄的面饼擀好后,轻油的摆入烤盘中 记得垫一层烘焙用纸 接着把调好的馅料平铺均匀 按照视频中的方式折叠面饼的两边 满满地撒上一层芝士碎 我这里使用的是混合芝士 口感更加的丰富 稍微撒一些辣椒粉还有百里香 按照视频中的方式收紧面饼的两边 稍加整理 烤盘放入预热好的烤箱200度 呃,等一等,好像忘记了什么 别忘了在两边刷上一层蛋液 刷得均匀一些 撒上少许的黑芝麻 白芝麻也可以 或者两种都撒也是可以的 烤盘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200度上下馆20-25分钟 当当,攒劲的皮得新鲜出炉了 我们按照同样的方式 把其余的皮得也烤完 当当,滋滋冒油 太香了呀 点缀上少许的迷迭香 还有小清宁 非常攒劝的土耳其皮得 完成了 这里我还搭配一壶薄荷茶 做法非常的简单 少许的冰糖打底 放上足量的薄荷叶 倒入适量的热水 搅拌均匀 为了方便食用 我们先把皮得切开 听着酥脆的声音 嗚呼呀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哦 一口下去 酥脆香浓 回味无穷啊 因为馅料里还有些辣椒粉 多了一些香辣的口感 我特别喜欢 其实土耳其皮得的馅料 可以是很随性的 今天做的是牛肉馅 还可以放火腿 或者你所喜欢的食材 别忘了搭配一杯薄荷茶 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简简单单 一日三餐 谢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 并点亮小铃铛哦